我們現在繼續來上課 我們來複習一下最近在上的 我們現在都是固定一樣 固定就是一個matric space AMD是matric space 是固定的 然後U是它的一個子集合 我們說 U is open 重要條件是什麼 什麼叫做open set 什麼叫open set 同學想一下 什麼叫open set 複習一下 open set 你也可以寫在留言區 聊天區 就有人回答 我們就往下好不好 什麼是open set 簡單一句話可不可以講 open set 開集合 那什麼是開集合 什麼樣的集合 它是會滿足開集合的定義 什麼是開集合的定義 什麼是open set 開集合的定義是什麼 OK 就是它的U的內點集合 就是等於U 就是這個RNTU等於U 就是它的內點集合 就是U 就是意思說 每個點都是內點的 叫做開集合 那我假設一個 另外一個集合A 是M裡面 那我們說A是closed 通話條件什麼 closed set的定義是什麼 closed set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叫closed set 一樣好 還是可以在聊天室裡面 去寫這個定義 closed set的定義 補集合是開集合的 補集合是開得非常棒 它的complement 就是M扣掉A complement是open se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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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是利用 A的complement是open 去定義A是closed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想法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類似 類似這個open set的定義 就是利用這種 點的集合 它滿足一些條件 去定義什麼叫做 closed 就是說 什麼樣的集合是closed 用類似於這個 interior point這個東西的定義 那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談到了一個東西叫closure M是一個子集合 A的closure 這叫closure of A 它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叫做closure 同學 你們在學習數學 不管是高危現代 你們一定要把定義 都記得很熟 你們的定義要記熟 你們才能夠去活用它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從 複習定義開始 不講新的 一開始不講新的 我們先複習一下定義這樣 什麼是closure 什麼是closure 有沒有同學可以寫的定義 什麼叫closure 想一下 什麼叫closure 定義是什麼 包含A的所有B集合的交集 這應該算是結論 然後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定義不是這個東西 我們的closure定義是什麼 我們還有我們一開始的定義 最小對 the smallest closed subset containing a 最小最小的 包含A的集合 它是closed 最小那一個 那定義就是說 換句話說 a is closed 第二個呢 如果f是closed f是包含A bar的 那可以 包含A的 那就可以推得 f是包含A bar的 最小的定義在這裡 就是它是closed set 第一個 它是closed set的話 它包含A的 那 所有這種 f呢 它就會包含A bar 所以 A bar 是所有closed set裡面 包含A裡面 最小的那一個 那定義就是1跟2 這樣 我們定義是這個 這叫closure closure OK 然後我們上次 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個closure是存在的 就是A 如果是 m的一個字集合 它的closure 就是所有的closed set 它的交集 包含A F是closed set 所以包含A的closed set 的交集 这样子 這上次應該是定義 就是我們重看這邊 输入的 包含A所有的 B集合的交集 這應該是它的結論 我們closure的定義 其實應該是說 它最小包含A的closed set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有沒有類似 類似這個定義 就是類似open set 我們open set的定義是 U is open 充耀條件是 我寫個框框了 U是open set的 充耀條件 就是說 U的interior 等於U這樣 那麼我們有沒有類似於 這種東西的定義 去定義closed set 可以 定義 定義是這樣 A是M的一個子集合 A is closed 充耀條件 就是它 等於它的closure 它的closure就是它 那我們現在就是兩個 定義的方式 Closed set的定義的方式 就是說 它的closure 等於它自己的 這個叫做closed set 你可以把它想像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某種定義 某種定義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是某個結果 因為畢竟我們一開始在定義 closed set的時候 都是利用它的complement是open 然後我們有closed set的概念之後 我們定義什麼叫closure 然後我們希望有一個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去記什麼叫open 有的就是它的closure 有的就是它的closure 等於它自己這樣 就類似的 就是 U是open的 U是open的 中藥條件就是這個 U的內點極的 等於U 這是open 這是closed 就會有這個等號這樣 那證明 我們來證明一下 來證明一下 if a bar等於a 我們要證明說 a是closed 這會不會對 當然 因為 如果a bar等於a a bar是closed set 就結束了 這個當然是對的 我們已經定義裡面 定義 a bar是一個closed set 所以如果a bar等於a 那a當然是closed 因為a等於a bar 反過來呢 a isclosed 然後希望能夠證明說 a等於a bar 那根據定義呢 a bar是包含a的 這個是有的 是by definition OK by definition a bar是包含a的 我們要證明說 a等於a bar 這件事情 它就是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a包含在a bar裡面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a包含a bar 但是第一個條件是定義裡面有的 第一個條件是定義裡面就是這麼樣定義的 第二個條件我們只要證明第二個條件就可以了 a包含a bar a包含a bar 那很簡單 因為a包含a 它是相等的嘛 它當然包含嘛 and a is closed a是一個b集合 然後a又包含它自己 你把a想像成一個f好了 a是某個f這樣子 f是一個b集合 f又包含a 根據定義 根據定義 然後a bar a bar is the smallest close set 最小的close set containing a 那你有一個b集合包含a 那肯定你的a就是你的f 它就包含你的a bar 那我就證明了第二個 這個我這邊畫圈的2的地方 1是定義 2是我們現在證明這是2的地方 我們證明了這件事情 所以1跟2加起來 就是推的什麼 a就是等於a bar 所以換句話說 一個集合 是close的衝藥條件 就是什麼呢 它等於它的b包 一個集合 是開集合 的衝藥條件 是什麼呢 就是它等於它的interior set 這樣同學有了解嗎 到這裡 到這裡 有沒有瞭解 有沒有瞭解 它發佈 有一個 的地方 這一部分 要說 是 就是 說 有關的 有關的 所以 你有沒有 需要 即合等于内点 等于原本的集合这个定义 open set这个定义 就是close set也是可以有的 就是closure 就是它自己 那我们在这个 探讨open set的时候定义的什么 叫做interior point 然后一样的 我们在之前谈到的什么 叫accumulation point 再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定义 我们现在都在复习上一次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们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们要复习几次 A是M的子集合 X is an accumulation point of A 冲药条件就是什么呢 对所有的option带领 你的以X为原型 option带领为半径的bow 中心点挖掉之后的bow 交集A是非空的 这个叫做据点 就是零据点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了嘛 就是看到那个R2 A是M扣R2R2扣掉原点 然后对原点来说 你随便画一个option带领 的bow 开球 它一定跟外面有相交 跟A这个地方有相交 这个叫做凝聚点 好 那凝聚点的概念 可以说是平行于内点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点 所以我们上次有一个定理是这样子 就是closure呢 是最小包含这个A的B集合 但是这个集合其实可以从A去造的 它就是A连接A的prime A的prime是什么呢 A的prime就是 the set of the set of all acclimation points 所有的A的凝聚点 所构成的集合 这个叫Aprime 然后一个集合 然后一个集合 它的closure 就是A连接 它的 它的这个 the set of acclimation point 这样子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结果 我们推论说 A is closed 冲药条件就是什么 A 包含 它的 所有的凝聚点 OK 一个集合是closure 冲药条件就是 它包含它所有的凝聚点 它盘了它所有的凝聚点 现在证明这个 A is closed 的冲药条件 就是A 等于A的bar 但是上面的定理 告诉你说 A的bar就是A 连接A的prime OK 这等价于什么呢 A 包含Aprime 就结束了嘛 因为Aprime是 A的子集合 可以吗 所以一个集合 是B集合的冲药条件 就是它包含它所有的凝聚点 虽然我们这个定理还没证 但是我们现在看它有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我们上次最后来谈到 凝聚点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我们需要凝聚点 为什么我们在微积分这堂课里面 我们会需要凝聚点这个概念呢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定理 A是一个子集合 然后X是A的凝聚点 冲药条件是什么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然后这里面的每个点都跟X不相等 使得什么呢 Limit n去均无穷大 Xn就是等于X 换句话说 一个集合的凝聚点 等同于 是什么呢 XA中的数列 它收敛的那些数列 它极限的点 A中的数列 A中的数列 然后它的极限的点 Xn数列 in A 意思说Xn都是在A里面 这叫做sequence in A 可以吗 就是到这里 就是凝聚点 为什么跟微积分有关系 就是因为 它是来自于 极限的点 收敛数列的极限 这样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证明这件事情 X is an accumulation point 所以 认给N是自然数 以X为原型 N分之一为半径的Ball 因为Action是任意给的 因为Action是任意给的 Action是取N分之一 它交集这个A是非空的 那非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找到里面的那个成员 你就找一个成员叫Xn 每个N都有嘛 所以它就定义一个Xn 那因为Xn在这里面 表示说 这会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Xn它是不等于X 然后Xn跟X的距离呢 是小于N分之一的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在交集嘛 所以Xn是在A里面的 所以我就是找到了一个数列 它满足这两个条件 1跟2的条件 所以我们叫Sequencing A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着呢 因为有这个性质 因为D的Xn跟X的距离小于N分之一 所以N趋近无穷大 Xn的极限是X OK 如果你要看证明也可以 Given Action大于0 take 这个N 等于Action分之一 再加一 当N 超过这个N subAction的时候 DXn跟X的距离 小于N分之一 但是N是超过这个N subAction的 所以它是小于等于N subAction分之一 那其实呢 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就小于Action了 所以Xn跟X的距离是小于Action的 所以摆定义呢 这个Limit Xn的极限 Limit Xn就是X这样 它极限就是X这样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证明了说 这个这件事情成立的 没有问题哦 可以哦 好 接着我们就是要反过来证明说 Converse 就是要证明说 如果你以为可以找到一个数列 BXn in A Xn不等于X 而且Limit N趋近无穷大 Xn等于X 那我们希望能够证明 X是A的 Accumulation Point 那换句话说是等价要证明说 BXAction的Point 标记A非空 For allAction 这样 好证明哦 因为Limit N趋近无穷大 Xn等于X 所以Given 根据定义 GivenAction 你可以找到一个N SubAction 使得怎么样呢 当N超过N SubAction的时候 DXn跟X的距离 就小于Action 那因为 DXn跟X的距离 小于Action 所以Xn就落在 以X为原型 Action为半径的Ball里面 当N超过这个N少Action的时候 那又因为 Xn不等于X 所以其实呢 它是落在这个 Ball 但是把中心点挖掉的 这个DeletedBall 它落在这里面 因为Xn跟X是不相等的 所以它其实落在这里面的 那又因为 Xn是属于A的 而且Xn是属于这个Ball的 所以Xn就属于 所以Xn就属于它们的交集 你要证明在交集就是怎么样 同时拥有 Xn在A里面 Xn也是在Ball里面 所以它就在交集里面 所以交集有东西 就是非空的意思 都有东西 一定有东西的 所以根据定义 所以 Action 不是Action X是 Accumulation Point 这样子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我在录 因为我们忘记了 好 我们再讲一次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推论出说 这个 A这个集合 是Close的冲要条件 就是A bar它所的极限点 然后X 是A的极限点的定义 是这样子 就可以存在一个数列 Xn in A 使得这个Limit N区近无穷大 Xn等于X这样 极限的点 就把它想说 它是数列收敛的 就是它那个数列 是取A里面的 然后它是收敛的 数列的极限的点 这样就叫做Limit Point 这样 其实你会发现 Limit Point跟Accumulation Point 差不多 有些书 它会Limit Point 定义会比较严格一点 就是会要求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这里 稍微宽松一点 因为我们也把这个 Xn等于X 把它包含进去 但是将来 如果你在学高维的时候 你就是要稍微搞清楚 老师讲Limit Point 是哪一种 特别要讲一下 有些书它 会特别去 去讲这两个差别 有些书是会把它 放在一起定义 所以要看书 我们如果你 你不喜欢这种 会混淆的 你就用Accumulation Point 去记 就不会错 Accumulation Point 就是它要求这个条件 是不相等的 这个 所以一个G也是Close 我们从极限的角度 来看的话 就是它包含 它里面做的极限的点 Accumulation Point 把它想象成极限的点 那一个G是Close 表示说它包含它 所有极限的点 到这里 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然后至于 A的Closure 等于A 连接A' 这给你们练习 然后我 我把它出成作业了 然后我其实 有那个证明 我有写在 那个给你们 那个Topology Note 2里面 那里面证明是有在里面的 那我是希望你们能够 好好的去练习一次 练习那个证明 我可以证啊 但是我觉得说 更重要的是 你们要去练习那个证明 把这些定义 好好的弄清楚 这样把它写成一个作业 这样 虽然我已经 把它写出来了 你们就算去抄也可以 把它抄一遍也可以 至少把这个 这些技巧 基本的技术 把它弄一遍这样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了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接着我们要来 谈一个东西 叫Hainable Rail定理 就是 标题叫做 Sequentially Compactness Sequentially Compact Sequentially Compact 我们来观察一下 Observation是这样 K如果是一个 Bounded Set 然后K又是Closed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说什么 K有什么条件 给大家挺想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集合 它是Bounded Set 有界的 有界的 什么叫有界 就是说 假设K在这里 有界就是 你可以用一个正方形 矩形 或一个Bow 你可以用Bow 去把它覆盖住 它就是落在某个 球里面 它就是某个范围 你可以随便 选一个点张圆形 某一个R当半径 你可以找到那个Bow 把它包住这样 这某个Bow 以P为圆形 Aption为R为半径 Bow就可以包住这个K 这叫做Bounded OK 那如果你有一个集合 它是一个有界的集合 它又是一个B集合 那么它会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我来想想看 K如果是Closed 意思是说 如果有一个数列 KXN in K 然后XN是收斂的 然后这个X是落在K里面 这叫Closed same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呢 K是Bounded 你可以说什么 如果有一个数列 XN XN in K 它不一定收斂嘛 但是我知道 K是Bounded 你可以说这个数列怎么样 如果K 是一个有界的集合 XN 太快了太快 王奇太快了 K是Bounded 然后XN in K 比如说XN以怎样 对Bounded 我们先第一个 我们一开始一定是 单纯的 从它的定义里面出发 就是我们不要回答那么快 王奇讲没错 就是K如果是一个Bounded Set 那如果一个数列 在K里面 那这个数列 也会是Bounded 那我们现在 这个东西讨论了 如果不是在RN 而是在一个Matrix Space 这些东西都是成立的 Bounded Impire数列会Bounded 接下来 我们才是用到 时数的性质 就是根据 因为K现在是 在RN里面 K是Bounded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在RN里面 K是Bounded 现在是你推特 XN是Bounded 然后你有个Bounded Bounded Sequence of这个XN XN是P中的数列 那它的指数列 当然是在K里面 而且它极限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我们根据第一点 A K如果是Close 这个极限要怎么样 我们现在收链直列的极限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收链直列了嘛 那这个实列的极限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属于哪里 K是Close XN是K的数列 那X是它的极限 这极限会在哪里 NK 太棒了 知道的就回答 讲错的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思考 这是很重要的哦 非常非常重要哦 因为它会影响你一辈子哦 不是一辈子 至少大学四年 你读数学的话 这种东西 它会出现四年的哦 你一定要趁现在 就把它学会哦 像我讲的这么 仔细的人 没几个哦 可以哦 懂吗 我在Conclusion是什么呢 K如果是Bounded Closed In RN 他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Any sequence In K Has A Convergent Subsequence Whose limit Also Also Lies In K 你会发现 K是Closed Bond 它会有一个条件哦 它会有一个性 就是任何的 Sequence In K Has A convergent Subsequence Whose limit Also lies In K 所以我们可以 有一个定义哦 M是一个 Matrix space K 叫做 Sequentially Compact Cung要条件 就是什么 Any Sequence In K Has Has A convergent Subsequence Whose limit Also lies In K Sequential Compact 的意思 就是 任何的 数列 它有 收敛 直列 它的 极限 也会在 K里面 这个叫做 Sequentially Compact K是M的一个 直集合 不好意思 少写了 K是M的一个 直集合 OK 我们叫Sequentially Compact 所以根据 刚才的观察 我们有一个定理 In Rn K 是Sequentially Compact 冲要条件 就是K 是Closed Bonded 在Rn里面 Sequentially Compact 的集合 不好意思 K是Rn的直集合 Sequentially Compact 这个概念呢 重要条件 就是什么 它就是Closed 跟Bounded OK 然后我们当然是可以给Matrix Espace M isSequentially Compact 冲要条件 就是 Any Sequence 当然是M好 因为我们每个东西都在M里面取最大呢 Has Is a Convergent Subsequence 一个空间本身是Sequentially Compact 意思是说 任何的数列 它都有收敛直列 那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距离空间 它都是Sequentially Compact 那在Rn里面 Sequentially Compact 冲要条件就是它是Closed Bonded 我们是根据Borsano Varsus定理 去看到这件事情 如果一个集合如果有界 那 在Rn里面 如果集合如果有界 它树裂 它里面树裂会有界 那根据Borsano Varsus 它就有收敛直列 那我们知道说 B集合这个概念 是为了要探讨数列的极限 一个集合是B集合的 冲合条件就是它包含它所有极限的点 那现在如果一个集合是Closed Bonded 表示说它有收敛直列 那个极限也要落在那个集合里面 所以我们就引入了一个观念 叫做Sequentially Compact的概念 就任何在那个集合里面 它如果数列 它有收敛直列 它极限也在那个集合里面的话 我们叫做Sequentially Compact 然后在Rn里面 Sequentially Compact 跟Closed Bounded 是同一回事 这样子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们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在研究 连续函数的最大最小值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样的集合 我们可以明确的 之后会证明 它就跟之前那个 我们上学起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学到的那个Varsus 即时定理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说连续函数在一个 有界B区间上面 它有最大值 有最小值 那我们也可以把有界B区间 换成其他的条件 就是如果 我们有一个Closed Bounded Set 就是我把它写在这里 如果D是Rn的一个集合 D是Closed Bounded F是从D送到R的连续函数 这个叫做Varsus即时定理 我们在R1的时候 R1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D就是这种B区间 我们都是考虑B区间 但是我们现在在Rn 我们除了区间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集合 有没有 Disk 圆盘等等的 那没关系 我们给一个集合D 它是Closed Bounded 然后我们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函数 是定义在D上面的 它是连续的 则 我们可以先证明F是Bounded 其实更多的 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 这个Maximum跟Minimum 存在在D里面 维基分就是要探讨函数 很多时候要探讨函数的集值问题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样的函数一定有集值问题 集值一定存在 就是在F是Bounded F是 D是Bounded Closed Set上面 F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找 这个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就是利用微积分 偏微分 微积分 就用微分 去找那些点出来 就是跟我们在单变数 微积分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 虽然我们还没定义 什么叫做 多变数函数的连续性 但是你们透过对 单变数函数的连续性 相信对我现在讲的东西 并不是很陌生 你会单变数的东西 你就会多变数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拓谱 R到RN 它的差别在哪 就是你把拓谱这个概念 搞清楚之后 就分类点 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去探讨它的极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